OK短暂的休息之后呢 我们来继续看护士量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证明了 多个现场他在访问同一个变量的时候呢 会产生一些误区 导致一些很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护士量 去防止这些错误的产生 为了让现场在访问数据的时候不产生冲突 这个时候呢就要对变量进行加索 使得同一个时刻 只有一个现场可以去访问这个变量 护士量本身呢它就是一个索 访问共享自由前对护士量进行加索 访问完成之后呢进行解锁 加索之后呢你就不能用了 解锁之后呢那么就能用了 当护士量加索以后 其他所有需要访问该护士量的现场都就要阻塞了 当然它是不会阻塞已经加索的这个现场的 因为你要使用它嘛 它阻塞的是其他人其他现场 当护士量解锁以后 所有因为这个护士量阻塞的现场都就要变成一个就蓄态 我们知道就蓄态呢是缺乏CPU以外的其他条件 那么如果其他现场也需要这个护士量 但是这个护士量也被锁住了 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阻塞的状态 一旦护士量解锁以后 那么这个护士量就可以获得了 所以呢它马上变成就蓄态 第一个获得CPU的现场会获得护士量 所有的调节都满足了 那么它就变成那个用性 而其他未获得CPU的现场呢 由于这个护士量已经被锁住了 它又继续变成一个阻塞态 在这种情况下 访问护士量的话 每次只有一个现场能向前去执行 下面我们来开始使用这个护士量 护士量它是一种P3的Mutex-T类型的数据 这个数据呢是一个结构体 大家可以去一个统文件里边去看它 我在这里就不带大家看了 在这个统文件里边 我给大家写出来 User Include Beats 下面有个P3的Types 点H 在这个文件里边可以找到护士量 它是一个共用体 里边这个数据呢 其实也不太复杂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对护士量使用之前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初始化 如果你是动态丰沛的护士量 比如我们用MyLog去丰沛一个动态内存 你需要用P3的Mutex-Unit去进行初始化 那么这个函数 我在这里给大家列出来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就是你要 初始化的护士量 第二个参数呢是这个护士量的属性 目前我们不学习属性 那它默认为空就行了 在下一章节目会介绍护士量的属性 如果是静态丰沛的护士量 你可以把它设置为一个潮量 P3的Mutex-Unitizer 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潮量 当然静态丰沛的护士量也可以调用这个英尼的函数去初始化的 动态丰沛的护士量 在释放内存之前呢 你需要调用P3的Mutex-Destroy将护士量去销毁 那么这个Destroy函数呢它只有一个参数 就是你要销毁的那个护士量 当然所有的现场呢 基本它的操作返回之呢 如果成功了都是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进行加锁 有的初始化以后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它 我们来看一下加锁函数 P3的Mutex-Lock 它也只有一个参数 就是你要加锁的护士量 成功返回零 失败会返回错误码 如果护士量已经被锁住了 你再去加锁 那么它会导致现场去阻塞了 还有一个函数Trylock 那么这个Trylock 同名字可以看出它是试图加锁 如果成功返回零失败 返回错误码 如果已经护士量被锁住了之后呢 那么它不会导致一个阻塞 因为它是一个试图加锁的过程 只是一个尝试 成功就是成功了 失败 它也不会导致一个阻塞 只是给你一个错误码 有了加锁以后 在使用完之后 你需要去解锁 叫别人才能去使用 解锁函数是 P3Mutex Unlock 它也是只有一个参数 是你要解锁的护士量 成功返回零 失败返回错误码 那么我们来打开手册 看它有些哪些失败的结果呢 我们来打开手册 上面这些都是关于一些属性的一些东西 因为属性的我们暂时不研究 要下一节课才研究 所以我直接跨过上面 直接看它的返回之后 错误码这块 我们看这句话 这个线程 Lock和TryLock会失败 哪种情况下会失败呢 这个 第一个是Invalid Value 这个也是跟属性有关系的 看来我们不能研究 那么再看下一个 TryLock会失败 EBZ 这个情况下是已经把一个护士量锁住了 你再去锁呢 它就会失败的 然后再往后 这三个Lock TryLock 还有Unlock 失败 第一种情况是 这个护士量没有进行初始化 没有初始化 你去弄它的话 它当然会失败的 第二个 这个也是跟属性有关系的 我们先不能研究 大家看下面这个 又是一个失败的结果 Lock函数 什么时候会失败 当前的现成已经拥有了这个护士量 这个其实也是 它已经将护士量锁住了 如果你再去锁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名字看 这个是Deadlock 就当成一个死锁了 你自己锁住一次 再去锁的话 当然是死锁了 因为你无法去放开它了 下面这还有一个Unlock失败的情况下 当前的现成不拥有这个护士量 你不拥有它 当然是没法去解锁了 那么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只有护士量的主人才能去解锁它 如果别人锁住了它 你去解锁 当然解锁会失败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如何去正确的使用一个护士量 这个实例呢 还是我刚才弄的那个例子 就是弄一个结构体 它的成员变量呢 其实是虽然有三个 都是一个整形的 我给它付同一个值 然后由两个现成去分别修改它 这个时候由于CPU的调度呢 导致了你访问的东西呢 看着可能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要对这些操作呢 进行一个加锁 一旦你把它锁住以后呢 那么修改变量和访问变量 变成一个原子操作 所以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到的数据 都是应该是一样的 接下来打个操作系统 我上期课写的那个函数 应该是Mutex.c 我把它拷贝一下 CPUMutex.c 给它另外起一个名字 CPUMutex.c OK 我来打开这个 这个还是我上节课写的那个例子 我们来修改一下它 我们在这个修改 这个结构体的时候呢 将它锁住 当然首先我们需要一个 护赤料 我把这个护赤料 定义成一个确局的 因为呢 所有的线程都要访问到它 Mutex 这个类型的更替 护赤料 我就跟它起这个Mutex 紧接着 我要在组函数里面 先将它促实化一下 方便使用 在这里边呢 我来促实化一下 pshed mutex init 然后呢 第一个变料 是印要初实化的护赤料 第二个属性 我们就默认的空 稍微的判断一下 如果不等于零呢 就是失败了 printable 迷离化 nit mutex felt 然后呢 直接退出 好 这里进行初实化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两个线程 进行一个枷锁 枷锁是使用的 pshed mutex lock 好 我们现在已经加锁了 那么在修改这个结构体之前呢 我们就要进行加锁 那么什么时候解锁呢 整个这个过程呢 都是跟这个变量有关系的 前三句话是在修改它 也就是写 那么这个一辅一句呢 它是一个读的操作 所以整个这些东西都应该 在一个框子里边 把它锁起来 最后我再进行解锁 这个枷锁操作和解锁操作呢 应该是一顿一顿出现的 要不然会造成一个错误 unlock mutex 然后呢 这两个函数的返回事 我就不判断了 在这里面投个来 因为它几乎应该是不会失败的 后来对第二个线程 开始加锁 然后呢 再解锁 unlock ok 那么现在呢 就完成了一个加锁和解锁的操作 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第一个线程要访问这个变量的时候呢 整个鞋加锁以后 啊这个一辅一句 它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它是在一个原子操作里边 这三个成员变量的肯定是永远相等的 所以啊这个程序呢 不可能去break也不可能打击出这句话 同样呢 第二个形成也是 它永远不会打击出这句话的 接下来我们来执行一下 看看到底有没有错误 ok 首先我们来逼一下 GCC 没有错 然后再执行一下 ok 我们来等一会儿 看看它有没有退出 或者打击出一句话 大家看到了 它这么长时间了 没打击出话 这个程序执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已经过了有十几秒钟 都没有打印出任何一句话 因为我这个程序整个呢 是没有任何打印的 除非要判断出有不相等的地方 ok我们来结束它 反过来再看这个程序 好 那么现在我对这个程序进行一下注释吧 因为越写到后面来 程序越大了 我需要提前给大家写一些注释了 这是 这个呢应该是加索 这个图示呢 其实也是很很阶段 对吧 我主要给大家写一下 为什么要加索 对整个结构体 访问 进行加索 防止产生错乱 一花再写到下面这也加一个度式 OK 这个 后面是解锁 访问变料完成 需要进行解锁 只有这样 其他现场才能访问 然后上面呢 这是定义两个确切变料 因为两个现场都会访问到他 所以呢 我们这个别量爱 还有这个互资料 都要定义成一个全局的 这个是个结构体 我就不注释了 然后在主线层里边 把这句话注释一下 对互资料 这个输入法怎么这么坑爹呢 进行初始化 只有初始化 过的互资料 才能使用 好 这个注释呢 我就也写这么多 后面的 这些程序呢 应该不用注释了 这个是创造 这个呢 是链接 那么既然写了 我再注释一下吧 多写点 创造新线层 这也是创造新线层 这个是 等待新线层运行结束 OK 这个就是整体的程序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通过一个结构体 因为这个结构体比较多嘛 来验证一下 我们这个加锁操作 有多么的重要 当然需要和 几分钟前那个 没有加锁的 进行一个对比 就这样呢 你才能看到 这个护车辆 这个锁 这个东西 对整个边量的防务过程中 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作用